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我在28屋的二手傢俱都光顺过好几次 特别是有什么会买得多些呢 可能是婴儿床或者婴儿网床 可能我们会短暂用几个月就不会再用的东西都会在上面看 我记得之前我家的茶几有个很漂亮的玻璃茶几也是在那里买的 价钱又会便宜很多 而且都不错的 质量是ok的 今次这个carousel就有人放售了全新的一个婴儿车 这个婴儿车其实我看完之后 我都觉得好像挺好用的 因为它可以把整个婴儿车摆到很小 ok 方便使用 抬出抬入都非常好 没错 它可以摆成整个东西 接着到它打开的时候也是很方便用的 接着也是全新的 又有盒子 接着之后也有配件 标价是3080元 3080元对于买一个婴儿车来说其实也贵的 正常普遍的婴儿车可能说的价钱就是 都是1000-2000元 不是那些超重型 超重型那些可能都可以去到三四千元 但是我自己的个人意见就是 就是那个 如果太重型香港根本就不合适用了 我开始试过大小孩是买那些 又有避震 接着之后四个大型 接着之后怕震到妖怪婴儿 但是很重 它一用这些作招来 家长就立即磅水了 即是说它吸震 怕震到你 又说小朋友刚刚那段时间骨骼很脆弱 不承受不了那么多震动 那些车是吸震的 你看看狗屋扔下去也不动 这些状态家长就立即磅水了 不用想了 但其实你说重型的定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辆车本身很重 好的 那辆BB车已经成四五公斤了 那辆BB有几公斤了 那我不是要抽着十几公斤出街 是啊 现在有时会看到那些阿爸 你知道如果你说两夫妻 推着小朋友出街 其实都是阿爸负责那些粗重动作 我其实在香港那段时间 在太古城那些目睹很多次 因为太古城要走上几级 才可以再上大堂 推门进去 其实阿爸是不够力的 又连车连BB这样学 我见到很多次了 他要好像日本队那样 才粗练了肌肉 是 才能够做得到 他拿不到 他拿不到 因为你说那辆车 加上BB 还要是什么 附带的其他东西 那袋的衣服 奶粉袋 那些奶瓶那些 你不要说十几公斤 我怀疑加上有二十几公斤 是的 真的是很重的 是的 而且那辆车根本 其实可能都要两个人 才可以帮忙去收 就是你一定要双手 但是你又要 怎样称住BB呢 实际上太不实际了 所以我现在用的 都是日本牌子的BB车 可以单手就可以开 单手就可以收 那才方便 这个实际一点 阿斌你第二时候 需要买BB车的时候记住 我会告诉你 我打算叫他 你自己走 他走 你自己走 那BB 哈哈哈哈 是啊 早点我走是好的 南部走也可以 学走也可以 走就更快 哈哈哈哈 是啊 那当然了 你说每个家长 想给小朋友的东西 那当然是按家长的 希望 期望 也要看回自己的荷包 那因为在这个carousel 这个在买BB车的这位市主 那他开价就三千零八十元 其实就是 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高于正价先 那应该可能也有便宜一点 但是就有一位买家 他就回复了 他就想买的 那他在深夜的时候 他就发一个讯息 一开价就说 800元可不可以交收 神经病 800元 人家开价三千多 你开价800元 这些是大陆式的港价方式 然后再慢慢等你加上去 那些在28carous 其实我们也见不少 很多时候 职比现金 但是人家说的是 最少五位数字 六位数字 你起来三千多元 你砍人家到800元 是啊 说不说 但是那个市主 最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了一个excuse 就是想说 你怎样便宜给我 说价格 通常你都要说原因 那他就说 因为他是一个低收入家庭 是买给宝宝用的 那楼主就立刻在那里回答 其实你低收入家庭 你可以买二手宝宝车 对 等等 我刚才也说了 你作为低收入家庭 你试试不要生小朋友 你应该第一句说 你试试不要生小朋友 是啊 你生得漂亮 应该要预计了 BB车的一个计算 没有钱 你歧视我吗 没有钱 是否先不可以用好东西 没有钱 他现在就是觉得你 不是歧视他 我没有歧视你 你下一代歧视你 你看他大了的时候说什么 应该他回约 多加一句 我们是低收入家庭 不过我们是窮家人 但是有个太子仔 哈哈哈哈 是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完这篇报道 我的脑子里有联想到一位艺人 是 哦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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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最近说又大肚 是啊 应该和我的小孩差不多大 是啊 是啊 你喜欢小孩 我理解 我觉得这件事是没错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真的要自己提供到 还有你又有付出相对的努力 我自己会觉得是这样的 你不需要要别人去就你 他帮别人帮你臭毛子 可能不是 他可能听到 听到谦公回的一句话 之前好像两个月 两三个月前 谦公记者问他 问他对这个人有什么意见 那谦公就说 学一下怎么做人 那他不停做人 是呀 一路 谦公说你学一下怎么做人 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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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做人 是呀 谦公真的这么直接说 直接 直接 当然 他不知就着一单 一个不知什么 又是他们的商演 又是唱到肥了音 然后又肥到肥了 然后问他 你觉得他唱功如何 你叫他学一下怎么做人 那我 他又听到 学一下怎么做人 听不听 那就麻烦了 听不听 就是影响一世的 这样 我刚才想和大家分享这件事 我自己会觉得 所有东西都是两力而为 还有你用一个 因为我是低收入家庭 所以就想你便宜一点的一个理居 要你去减价 然后就引来了很多人的feedback 那些网民 对阿斌也会说 那你不如考虑一下 不要生住 根本就没有这个生小朋友的条件 而我自己 中狠一点 我觉得 刚才也说了 三千多元的婴儿车 算贵价 可能一千多元 甚至乎 等婴儿再大一点才出街 可能六个月才出街 那些婴儿车 是说几百元都已经有了 新车 那你又要选 这么好的 之后 又要说自己低收入家庭 我觉得你濫用了这个词语 所以我觉得那个市主可以做一件事 不如这样吧 其实八架水买的婴儿车 在低收入家庭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支出 不如你首先试试这样 就是CAP的图也好 或者在网上search 这一架车的一些资料 一条线 你在社交媒体店出来 都说求要 试试看社会上有没有热心的人 不如送一部给你 这样我觉得还可以 是吧 就是为了可能 麦俊齐用也好 或者这个世界很多善心的人 可能他真的送一部再厉害一点 就是现在你知道 BB车很厉害的 是 就是太空总署也有验证的 那些 会飞的 有air bed的 那些来的 是的 原地转也好 高高低低 45度角 怎样斜角 砍弯 穩阵 那些防备 又可以自转又盛 那些 对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对 就是和那个状态是 就是你想想 比如你在网上买东西 如果他标价可能1400-1500 你砍到800 嗯 那还有办法 都还有办法 都还有办法 不过其实我自己都觉得 在网上买东西 其实就真的不用 没有办法 就是我经常觉得 港价这件事 在网上买东西 我觉得不是很适用的 那个不适用是什么呢 其实你是不需要 跟他说的 就是例如什么意思呢 就是譬如他放得上网 他标那个价钱 那我觉得他标得 就当然是他认为 舒服的价钱 才是什么 你减少任何一元 对于卖那个人来说 都是不舒服的嘛 对吧 对吧 任何一元都是不舒服的嘛 好了 然后你又觉得 给多一元你又不舒服嘛 那唯一的解决是什么 你不要买住 或者你再找 你想想网上 那么多的选择 除非你说 喂不是啊 我找了 找了整个网 只有一个买家 那你这些是说 书腹比的状态 那些十年生肖头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那多少钱你都要买的 那你需要嘛 那这个是一个 demand supply的问题 那然后 就是需要不需要 有没有需要 要列这样 我觉得不需要叫价钱 就是你只要不要 没有人买 或者什么 他摆在那里 要是他扔他 要是他找朋友 他没有朋友要 他才放在上网 有朋友要他给了朋友 不用上网搞这些 如果有空约你出去 交收他很过瘾 那他就说 好了 他不需要 他就要减 减到你合适 你就入了 就是没有的 你不用 对 很简单 你买股票 可不可以跟我拗数 三毛指 太贵了 不如你下两个半 你不能这样 所以我经常觉得 现在看到有很多狗不市 那些人都会说 什么卡路的时候 带着乞衣 这些老路 我就觉得 不是这样看 但他们不知规矩 是啊 你什么都有 你试试麦当劳跟我说 你这个餐太贵了 巨毛八七 要不要减两元 你不能够这样 而且当中 因为牵涉到很多其他卡路卡 就是 譬如那些人很几层 第一 你的价格 他们又吵 第二 你在哪里交收又吵 然后去到现场 有些人可能有数理户 好像买车 我都要花了 这个位置鬆 这个位置什么 减两个 或者什么 而对方又因为已经出了 然后你又好像指出了 他博弃不了的东西 你又觉得好像被你局减 有点少少 不太好 我自己又觉得 买东西买东西来说 双方最重要是 大家都有少少厚的状态 买那个不觉 被人找人 卖那个人不觉 那才是怒 否则的话 永远都在这里吵 不知道整天都吵 吵什么 有什么好吵的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 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成绩订购支持